连颂出了妙华镜 简直可以说得上是如鱼得水 凭借着天族三殿下的身份 在九重天完全可以横着走 况且连颂此人向来为人平和 深的和公喜爱 如今离开了东华帝君 连颂更是一如往常地先去瞧了瞧 今日因打理摇池而未去妙华镜的成郁 将今日妙华镜中之事 一一告诉成郁好叫他放心 再过几个月天族 便要召开千花上点了 虽然名为千花上点 实则就是天族笼络人心 彰显天威的一个场面活 但凡间有言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是不成 天族要想彰显天威总不能直接说吧 须得有个什么旁的什么由头才好 因此各种类似于千花上点 摇池仙会 包括领保天尊举办的各种法会 也成了天族的工具盛会 借着这些盛会 天族不仅将人情人心 笼络的七七八八 也对心怀一心的不足 彰显一些天族的威严 因此这千花圣殿 虽然名字十分的风华雪月 但却是个任务极重的伙计 联颂曾主持过上一次的千花圣殿 借着叶华成位之后 便是成郁主持了摇池仙会 这一次的千花圣殿 自然又落在了联颂的身上 也因为如此 联颂才死疲赖连有了个正当的理由 陪着成郁一起外出寻星的花种 因此联颂了的料理此事 线下 联颂的步履轻快地来到摇池边 成郁老远就见联颂朝着边走来 心里还好奇 今日为何这么早就从庙华景出来了 见联颂走近 便直接问道 今日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 莫非是不是凤九在凡间遇到什么麻烦了 成郁说着有些激动地站起身靠近了联颂 联颂见成郁如此紧张凤九的事 却丝毫不关心自己 心里便有些不舒服了 直接说道 凤九此次下凡历节本就是去遇麻烦的 成郁一听 更加着急 抓着联颂的胳膊说道 凤九遇到什么麻烦了 联颂此刻背弃的实在是想甩开成郁的手 但说到底这种被成郁主动抓着的机会并不多 联颂的那心深处还是有些享受的 因此便没有甩开成郁的手 只是赖赖地说了一句 没有没有 凤九好着呢 成郁见联颂不像是在骗自己 这才放下心来 松开了联颂的手 万不经心问道 那你怎么这么早出来了 联颂见成郁一听凤九没事 立刻又恢复了与自己进水不犯河水的模样 一时气不过 便想着调戏调戏成郁 说道就许东华帝君看自己的心上人 不许我也瞧瞧自己的心上人嘛 九重天今日阳光明媚 还带着一丝丝微风 图提树在阳光下树影斑驳 摇尺里的莲花 今月的花苞 好像二八姑娘羞红的脸一般 红嫩可人 成郁今日穿了一身鹅黄色的衣裙 头上卸了一根鹅黄色的发带 此刻发带与发丝正随着清风飞舞着 分明白皙的脸庞 不知是因为连颂方才那番话 还是因为被日透照耀的 竟然泛起了一丝红叶 但连颂眼前的这个女仙 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面色发红 依然应着头皮一副不屑的样子说道 呸 风流浪荡子 连颂风流倜傍名声在外 不仅人吉宫的陈设脱俗 就连自己的宫人也是极清爽的 连颂本人更是要维持好 自己风流倜傍四海八荒第一情圣的人设 因此在衣着选择上 也是些明亮却不俗气的颜色 好巧不巧 今日的连颂竟然也是一身鹅黄长袍 与成玉站在一起 竟然活脱脱一副神仙眷侣的模样 但这神仙眷侣二字可是旁人议论的 且成玉本人毫不知情 连颂见成玉脸色微红 心中一乐 据他多年情圣经验来看 一个女子若是在一个男子面前红了脸 那多半是对这个男子有意 连颂现在颇有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想到上次去临山陪成玉寻花种的事情 连颂心中又立刻生出了一个念头 扇子一挥 歪着头看着成玉道 方才妙华经那里发生了一个新鲜事 果然 成玉一听新鲜事立刻来了兴趣 道 说来听听 连颂见成玉上钩 便将方才自己的求是 毫不遮掩东华帝君的怒气 毫不羞逝地悉数说给了成玉 成玉听了之后 都狠狠地摆了一眼连颂 道 你也真是 明知太陈宫里的所有西汉物件 不是凤酒给帝君的 就是帝君给凤酒的 你还偏偏不知死活地拿走 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连颂则狡猾一笑 道 无妨 这不是找到了补救的办法吗 不如你我一道去方丈仙山 或许那里还有什么西汉的花苗 你可以拿来 成玉听了连颂的话 沉默了一会 自言自语道 也对 方丈仙上是上古神山 西汉物件肯定不少 旁边的连颂一副奸济得逞的模样 道 那是自然 方丈山那可是 就连折颜上神也很喜欢的地方呢 自然稀罕物少不了的 成玉突然站起身 一本正经地看着连颂 道 连颂 你方才说折颜上神 折颜上神那里没有神之草了吗 连颂原本沉浸在计谋得逞的喜悦中 已经开始幻想未来两日与成玉单独相处的日子了 却突然被成玉的话问蒙了 反应了一会儿才说 我问了 折颜上神那里没有啊 成玉听了连颂的话 不由自主走了两步 道 那也不对啊 上次吃闻少煮不是拿了一些神之草吗 我记得凤酒应该没有用完啊 连颂经成玉这么一提醒 也仿佛想起了什么 道 是啊 我也记得凤酒没用完 那那帝君让我去取什么神之草 两人就这样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在摇池边看着彼此 伴上 成玉突然高声说道 我知道了 连颂被成玉突如其来的声音笑了一跳 见成玉仿佛不像是在框塌 便问道 为什么 成玉神秘兮兮兮说道 这几日是不是没有见到吃闻少煮 连颂年点头 成玉继续说道 你看妙华镜中的那个凡间的男子 是不是轻易脱俗 连颂顿时心声不悦 不情愿地点点头 成玉再道 帝君这是要让你去瞧瞧吃闻少煮 是否也下凡了 连颂整个人愣住 是的 八卦如连颂 却从来没有将吃闻少煮 与那凡人宁淮朗联系在一起 帝君自从有了凤酒 还真是酒屈心肠啊 连颂重重地叹了口气 道 想让我去看看就职说吗 干嘛假装生气 发那么大火 吓死我了 成玉白的连颂一眼道 假装生气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帝君那就是真的生气 不过呢 让你去瞧瞧吃闻少煮 也是实在言音 连颂经成玉一番话点醒 在回想方才 折颜上神和白真上神两人的表情 只怕是二位尊神早就知道了东华帝君的真正用意 只有自己傻傻地当真以为要去方丈山取那神之草 连颂这么一想 突然又觉得眼前的成玉实在是完美又充满智慧 心中对成玉的爱慕又增加了不少 但两人都知道 明白了帝君的真实用意也没用 方丈山这一趟 势必去不可的 不然实在是没办法向东华帝君交代 两人相视一眼 十分无奈地朝着南天门去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